春节平安快乐 今天我们是要进入 第九讲就是我们先知系列的 我们正能跟基督 的更深的相遇就是认识他 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 我们怎么 认识耶稣基督 在这个课里头显然跟就是我们在讲先知系列里头 整个我们的真理道成肉身基督是谁然后 然后罪的处理然后我们怎么建立共同体 上次包括我们特别谈到就是我们不可能是独行侠 自己一个人成圣上帝设立教会的目的是让我们一同的成圣 那么今天就要问如果跟基督正身的相遇 应该怎么样 那我们来看如何认识耶稣基督实际是在讲圣经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其实都来自上帝的圣言 那么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好像是基生蛋 诞生基的问题 你要相信圣经才能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再要回过来相信圣经 那他们这个问题呢就是成为我们今天要讨论 那我们仍然像这个课一样的先把一些 关键性的理念理清楚 然后我们再会进入 圣经的查经最后一些名家名言讨论 帮助我们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好在这段里面呢你注意的话呢 我们有几个地方如果你有那个文字档呢 或者手机档呢我都鼓励你画一下 因为你画一下来这个对你会产生 就是学习的过程呢是一个听 看 和动手的过程这个你用的每一个的器官作为上帝的形象 你用的越多呢 你的吸收力就会越高你的记忆力你的影响力 也会就是对你的音盼越大 那所以我就鼓励你们可以画出来 这一头呢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圣经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从圣经开始 或者认识基督 或者从圣经开始你就会找到圣经的主角 就是上帝 耶稣基督 和圣灵的光照 那么 关于圣经关于基督的 记载到底是不是属实 人们会不会说这是个传奇人物 耶稣就如同说我们看三国一样 不足性 所以这种观点呢有三个重要的漏洞 其实是很大的漏洞 第一个就是 我们提出来就是福音书呢写成的时间 太近就跟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 公元后就是主后的这个三十多年 被钉十字架之后升天的 福音书都是在 六十年代 左右的写成 所以这个时间呢 不可能是传奇 因为那是建制人都活着 如果你写传奇 就我们写三国传的大概要过几百年以后 或者 很久很久 一个世纪之后几百年以后写成 而这个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都耶稣死后的 三四十年就写完了 如果当时没有比如说耶稣 为保 这个几千人的话 那这些 这些笑话 自动就如果他是谎言的话自动就 不攻自破 因为这个 当时的建制人还在 建制人活着 所以这件事情呢 导致耶稣呢 死后如果能够广传的话呢 就是说不可能是编造 我们就取了一个例子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福音书的内容呢 本身其实很富有挑战的 并不入于 传播的 你可能有 希腊的很多神话 这些你可能像中国的这个西游记呢 大家都是 读的都 都会很云里物理的 穿起来很容易 因为对你并没有什么挑战 你就要相信一个鬼怪世界就行了 可能也是把人的投入社 也要放在这个鬼怪世界 可能是有鬼怪世界 但这件事情跟今天的生活 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 很多人如果说 门徒编了耶稣的生平 是为了一个 agenda 为了一个目的 推动基督教 运动 那门徒为什么选这么一个悲剧人物 耶稣被定死 死的时候还说 神啊 你为什么抛弃我 所以这个 而且提到耶稣的 包括耶稣的挣扎 他在科西玛林的祷告说 我不要上司机 伟大的耶稣都有好像是看上去 求不死的这一刻 你再不要说这些见证人的每一个人了 妇女的话我们都知道 是在第一世纪最没有地位的 你要用一个地域 咱们像咱们现在传福音 如果咱们想 哎呀习近平洗了 信的话 那就不得了 全中国就跟着信了 咱们都想的是这种高等策略 怎么编的话要编这个故事 对不对 你像梁山伯到最后 都招安了 那你可以有一种的 这种倾向说 这个 宋朝都认定了这些是英雄 而这个不是这样的 妇女也好啊 门徒也好啊 就是 这个 在门徒的很多里面都知道他们写他们很多的软弱 比较的软弱啊 约翰 写到其他的人呢 多马的这些事 这些就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糗事对不对 这事你说放到里头如果是要 不是真的 我要编他一定要编的 圆满 最好不要把这些主要的人物的这些 失败的地方都写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门徒把这些细节放到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多少条鱼在约翰福音结束以后的时候 这个数字你不可能编个什么然后一百多少一百八十几条反正就是很奇特样的数字啊 这一定是数过的 当时他们 作为渔夫可能有这种习惯 所以这些妇女坐在 堂上做见证然后把他们写在里面 然后呢这个就是 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了 当然有很多的文学手法 可是就是事实这件事是没法变的 第三个他提到就是这个文字的记载十分的详细 不可能是编造 这意思就是说我刚刚提的这一百五三条鱼 约翰福音第八章然后又在在图里画字 然后也没说什么内容 如果在古代的传奇故事里面一般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你你们要深究这些问题呢 你甚至可以看第三千禧年的那个 福音书的那个前言 他讲到了这个福音书的写成呢 他那个传记呢跟西罗马就是西罗时代的 有相似的字数但是又不一样 更有是有旧约的这种背景 但是就就拿耶稣的生平来说呢 跟我们的如果你写一个 咱们说伟大领袖传 毛泽东传 你怎么写 咱们说如果从 歌功素德的角度来说 或者有人想 接他 老底的角度来说 他怎么写 你很难像写 耶稣基督这种生平 就 说他向生 那段时间之后就一下 就开始他侍奉 三年多 就结束了 而大量的笔墨呢 写在他的 三分之一的笔墨 是在他最后一两个星期的事情 哪有写传记这么写的 所以你好多的事情呢 就是你很难用 我们的所谓的 common sense 从你来说的 所以他就回过这些 我们先来 像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别人肯定会来质疑圣经的可靠性 我们借着这东西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说到底呢 我们还要看圣经的内容 就是说 圣经怎么自己解释圣经的 我们怎么来解释圣经 如果耶稣基督自己是上帝的儿子 是上帝自己 那么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看他怎么来看待旧约圣经 这给我们很多的线索 也给我们一个读经的方式 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来看的 所以必须说呢 第一个呢 耶稣怎么对待整本的旧约的 你注意说 耶稣是把旧约圣经当作上帝的话读的 他当在约翰福音 五章这段讲 就是说 这个话里讲到我 我从我父那里听来的 就这就是上帝的话 你们在这经里头找是 找永生 但你不到我这一来 所以每一部分圣经的每一部分 都是圣灵所漠视的 不光旧约有新约讲到这个 所以他自己的权威和他的最最终的那个终极性 耶稣基督讲的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 讲到这个这个文字 而且他有个目的要达成他拯救的旨意 要得上帝的名声得到荣耀 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呢 他就是说他的生平中 如果跟我们有关的一切关于敬虔和生命的事 就是都再小的细节都会记载 圣经里我给你个例子 比如说当拉撒路死的时候 耶稣哭了 人家说这是圣经中最短的经文 对吧 就是耶稣哭了 其实都要我们表明他的人性 他的悲免 对这个被哀世界的人的眷顾 好多的细节的人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耶稣不光把圣经当作上帝的话来读 他还把圣经是涉及到自己 圣经是为他写的 为他做见证 这是讲的很多 对吧 实际每一个部分都告诉基督是谁 他为我们做的什么 他比如说 我们说他是那位末后的亚当 真以色列人 那亚当在伊甸园的失败 他的得胜 你如果来看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都经过这个考验 你似乎好像是一个 旧约的一个浓缩版 就是如果以色列人走过 整个从旧约走过 从伊甸园的失败 整个人类的失败 还有以色列人的失败 最后要在耶稣基督人 这个人和他的工作中来实现 当然高度的浓缩 但是有些时候是一个 象征含义浓缩 但是你基本上可以跟你说 把这些事情我们总结来说 从对亚当来说 他对比是一个真正的 幕后的亚当 伊甸园的 没有失败 失败的伊甸园 他在这个旷野中反而胜了 而他是真正的摩西 因为带领了以色列人 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人 脱离罪的奴役 他是真正的那个约伯 无辜的受害者 他为朋友代求 比如真正的大魏的君王 成为他百姓的得胜 胜过那个 哥伊亚巨人的 就是这样的施加夸胜 所以你在这里头 你可以看到 基督把说这本书 为他做见证 摩西威有做见证 他不光是上帝写 上帝关于我的书 这很有意思 这是他们的工作 最后一个 就是说我们要提到 就是说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非常鼓励弟兄姐妹 要为自己读圣经 就是说我们不要 为妻子 为儿女读 弟兄总是读完 那以后就教训别人 这可能是我们传道人 小组长要做的 但是首先 是为自己 这没错 但是有一个 我们这里 这个文章里头 特别提醒我们的说 读经的思路 就是说 圣经的主角究竟是谁 圣经是关于我呢 还是关于耶稣的 是关于上帝 不知道明白吗 虽然我们要把圣经 用在我们身上 但是你我不是圣经的主角 我们经常会用各种各样的比喻 帮助我们来亲近上帝 这是很好的 比如说 这是上帝给你写的情书 什么的romantic的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你的名字是写在 那个生命簿上的 可是圣经的主角不是你 圣经是关于耶稣基督的 所以这件事情上就是说 如果是关于他呢 除非我们看到他 为我们成就的 他是谁 比如说他的慷慨 他的舍己 然后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 你就不会有安全感 然后你会说 你学的慷慨 他把它全部献了 这哥林多前述谈道理 所以如果你看到他的十字架上 饶恕了你 你才有可能去饶恕别人 所以这些你会注意到 首先是指向基督的 其次再指向我们的 所以你不要把本毛导致 不是说不关于我们 首先是关于基督和上帝 然后其次是关于我们 主次你一旦搞倒的话 你这个读经会很苦 就是你把自己呢 就是说圣经是关于耶稣的 然后涉及到你 比如说我可以给你的经文 比如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 要叫我们得以借鉴 在末后的人可以得鉴 是为我们写的 但是这里头要见证的人呢 指向的是谁呢 或者是成就的事呢是耶稣基督的 所以圣经呢从根本上讲的 是涉及到道德 但不是一个关于道德 所以说他会有诫命 实践他都讲的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这里头说的时候呢 并不是否认圣经中有道德 注意啊这个说话了 因为这个为了make他的point 圣经主要不是一个道德经 这个意思说呢 圣经是关于上帝和上帝救赎的故事 然后道德是我们被救赎以后 能够靠着圣灵的工作 能够顺服律法 所以这个要求是在里面的 圣经是有要求 所以我对于我 我举一个我的生平的例子 我自己生活的例子 就是我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我顾名最多的是什么 真言啊传道书 你能明白吗 就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什么盼望 读书多的好啊 还是有钱的反正结果都是一样 就这些是我们常态 就是你把自己的生平 就是自己的生活经历 可以好像relate 可以关系到 但是呢圣经呢是跟我们有关系 但主要的是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 好了 所以它是一本旧书历史的书 或者一本历史书 记载了上帝怎么样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 从而我要再加以从而使他荣耀的名得荣耀 OK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做了三个重要的总结 第一 就是说 我们否认了圣经的不可靠性 圣经的可靠在于他的真实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花了时间说 我们怎么来读圣经 就是说跟基督相遇 就是把他当作上帝的话而读 然后指向基督的话 而且上帝自己和基督是主角 我们是他所救赎的对象 所蒙爱的对象 但是呢我们不是那个主角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 你根本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重担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问一下大家 第一个问题 你们还是 我还是花两分钟的时间 一两分钟前跟你戈壁的兄弟姐妹 或者你的家人 说这段话里头呢 哪一段的对你是最有帮助 就是关于圣经 你们说完以后可以打字给我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面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展示 在这里头我们提到就是如果怎么思考 圣经是关于上帝和基督的呢 包括我们就读一读一段故事 比如说思考这个大卫和哥利亚的这个故事 可能你们都熟悉这个故事 对不对 教会可能讲到也提到这个故事 告诉你怎么样解读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你知道这个哥利亚的故事 这是在萨摩尔记对吧 两军开战 大卫最后决定不穿这个袍子 然后上阵拿了他的鸡拳 就是我们所谓的弹弓弹弓枪这样的 然后去 那么你看到有两种的方式来读这个神经 这段故事 然后大卫用鸡拳赢了 然后我们可以来讲这段故事 哇这是一个 勇士救了以色列人 他的信心是我们效法的楷末 这都不错 但如果你只看这个单独的故事 不联系整本的神经 给我们的一个主题的信息 其实你会失掉很多的东西 比方说 两军征战的时候呢 扫罗为什么没有出战 其他的人为什么出战 因为怕了对不对 打不了 而为什么他们打仗的时候呢 是双方派代表打 如果你知道三国的时候呢 张飞跟谁大战三百合 战完了以后呢 如果张飞赢了 那就是蜀军赢了 对不对 如果是曹操的这个谁啊 我忘了曹操 如果那个那方的 哎呀我一下子怎么 对不起 这年纪大了 这个如果曹操的这个 曹植赢的话 那这就是蜀军大败 对不对 所以他们换句话说呢 当大卫出席的时候 你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大卫说 我谁来叫骂政 骂政耶和华的军队 难道谁敢羞辱他 所以他是个立约的代表 看到了吗 大卫是作为一个立约代表 当他得胜的时候 搁下这个格利亚的脑袋的时候呢 是代表上帝出手 派了一个代表得胜了 这是一个圣约的故事 所以到这个时候当然 那你现在来想说 那我们都知道 旧约指向耶稣基督的 不论君王 祭司先知 所以这位元帅 这位君王 大卫的君王 他当时还不是君王 但是后来你知道 他是要登基的 在没有登基之前 大卫已经被绳索 厌重高谋 所以他的这一仗 打完了以后呢 百姓都唱着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杀死千千 导致他很多的麻烦 对不对 但是这个故事 在讲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个君王正在指向 末后那个君王 那个耶稣基督 所经过的这个征战 有各种各样的征战 各种各样的挑战 无论是恶者 对他攻击 然后朋友对他的出卖 最后特别在十字架上 受死这件事情 所以对于保罗 会用哥罗西书第二章的话 仗着十字架夸慎 然后把我们的罪在 都消除了 cancel our debts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里头你再来看 大卫这个故事 如果再把它放在 救赎的大画面来看呢 这个故事不光是 大卫一个个人的英雄主义 他是一个立约的代表 然后他再指向 另一个新的 更高的元帅 更高的君王 来完成罪和死亡 我们没有办法 大卫都没有完成的 所以在这故事 你看到的这一点 就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读 如果只是一个按自己 那我就学习大卫 那我也跟罪和死亡 没错 这一点是要有的 但是首先你一定要记住 跟罪和死亡争战的 是基督元帅胜的这个 之后呢 你也靠他来打这个小战役 如果你在这段经文内 不这么样读的话呢 你会像刚刚凯德前面讲的 会压死你 读完以后 很多的道德教训 没错 这些要训都要求你 你能完成吗 除非基督成全了 你才能够靠着他的恩典 来完成 所以在这个里头的逻辑上也好 而从这个故事教训来说 完全就因着 这两个不同的读法 基督是代替他的百姓 去打了这个胜仗 这就不一样的毒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每一个 就这个东西 这个代表说是很重要的 歪打乒乓球 你们都知道的 所以举个例子 如果四川队在全国全英会赢了 你们会说四川人赢了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 当然只是那几个运动员在打 男队女队在打 这个就是立约的代表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 你就明白这个圣经 不像是佛经教经 圣经是约 神跟我们立的约 这个是太重要 好 那我想我们对这种的 当我们这个故事 当然当我们明白基督完成工作 以后故事也呼召我们效法大卫 但是如果我们首先没有明白 是基督做成这个事情 我们的效法放在前面的话 我们会出问题 但是当我们真正的 明白基督成就什么 基督替我们打败了真正的巨人 就是罪死亡败坏 甚至律法对我们的咒诅 这才是害我们性命的这些巨人 这是我们的仇敌 我才有勇气靠着他 在生活中击败其他的巨人 痛苦啊 失意啊 失败啊 批评啊 艰难啊 这些小账 包括刚刚我们那个 阴天达老为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春节青年有很多艰难 可能会面临家人挑战 甚至就是一家人 在一起住的很久的时候 好像春节住上两个星期 一年不见 刚开始挺亲热的 然后过了两三天以后呢 矛盾就出来了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在一起 还不要说别人 我们基督会有的时候 太容易就是说 他们因为信仰攻击我们 这是一个方面 但有的时候 不光是因为信仰 可能也有我们的问题 还有我们自己的为人处事 这都是我们不要 简单的就推脱是这样 所以你靠着他就可以得胜 所以圣经呢 简单的说呢 我们来看真言的时候 不是一套的这个一所欲言 不是简单的道德书 它是用道德要求 它是整本的上帝的救赎的故事 它记载了上帝怎么样在基督里 完成着美好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来读的时候呢 我们就得到力量 得到帮助 然后成全 在圣经本身为我们所定做的这个目的 好 如果明白了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环节 我们刚刚讨论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他的宗述 据的这个格利亚的例子 你们可以找出很多其他的例子 那我们就看这个彼得后书这一段 在彼得后书的一章的16到21节 我请那个阴强长老来帮我念一下 可以吗 今天你没讲到应该是 是你讲的还是 好的 彼得后书吗 对 彼得后书的一章的16到21节 彼得后书 你的声音是关的 音强 音强你的声音是关的 哦 我看了 好 好 谢谢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仁义的 那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 好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们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的 十六到十八节中 他提到了有些人 接着这个十九到二十一章 又提到一些人 这两类人是哪一个人 那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显然我们从前将目为主 这当然这里谈到我们是指使徒 对不对 他自己是亲眼见了耶稣基督 他虽然没有讲到别人 他肯定是指那些曾经目睹耶稣基督 和从私立复活的人 听过耶稣基督话 见过耶稣基督有作所为的 所以就刚刚回到我们 换句话说 彼得作为一个新约的作者 他写了彼得前后书 他也影响到马可写这个马可福音 所以作为这个作者 他可以代表 就彼得这些话的时候 他代表了新约作者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些他们一起侍奉的这些同工 当彼得写信的时候呢 这些书信呢 其实还没有被整理出来 纳入新约 还在这个流传的过程中 就写一本就作为大工书信传出来了 或者作为保隆的书信 写给当时的教会 然后传给其他的教会 所以这些书信当然是单独的 在不同的教会上传播 但是有一个要点 都是全微信的描述了 耶稣基督的神秘和教导 所以他说 我们不是乖巧的言语 而是亲眼见过他的荣耀 OK 他在圣山上见过的 他说了这个是他新约的 接着呢 很有意思 从19到21节 他又说了另一批人了 他说我们还有先知 更确切的语言 他说到就是说 旧约的语言 这个话呢 就是说好像更加谦卑的 说到这个众先知 在里讲的呢 解的旧约里头的 就是指向这位基督的 所以在他们诚心显现的时候 你注意到 要是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了 而且呢 看到那个明星 在他们也出现 这个明星当然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两类人呢 在他这里头呢 都是在做见证 旧约和新约的作者 都在见证 有一个明星 在他们心中升起 所以呢 换句话说呢 你如果在这里看 这两类作者的见证 就是旧约的作者 和新约的作者 他们彼得怎么说 他们的见证 一方面 他在讲他们新约的时候 保罗 而彼得说 不是乖巧的虚言 对不对 而是亲眼的 我们叫 是一个目睹 眼目 就是看见的 目击见证人 所以他听见 天上有声音出来 这是意思 说彼得 当时 还在市场写这个 如果别人有 有疑问 有反对 他可以找彼得 如果你看一些 这个关于彼得的 这个传记啊 或者甚至现在 现在片的一些片子 都会讲到 彼得在监狱头 怎么 在他被斩之前 怎么向别人传福音 这就是彼得 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当时还没有被抓 所以他毫不含糊的 提到这个 他自己 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然后见证的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见证 在这段经文里 就是登山变相 对不对 他实际节说 从那个 极大的荣光中 有声音出来 这是我的爱字 我所喜悦的 这个话在圣经中 就是耶稣基督 两字 一个是在 三次说了 一个是在 耶稣基督 受洗的时候 第二次是在 登山变相 第三次在 至少记载的 就是在十二章 耶稣基督 跟父祷告说 要羡慕荣耀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出来 别人听得像打雷一样 耶稣就说 就上面天上的声音 我父就说 你是我的爱字 我要荣耀你 所以这个的话呢 换句话说呢 这是一个超然的 这个直接谈到 耶稣登山变相 这个呢 是除了复活之外 更超然的一个事件 那些其他的人呢 这个只有彼得自己 看见 当时有三个人 看见这件事情 那么你如果回到 旧约的见证的时候 他们说什么呢 更加确定的旧约呢 这就是指的 有可能就是摩西 对将来的见证 那这个摩西对基督的见证 包括在摩西五经里都讲到 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向他 而且这个 这个彼得 在这个 在这里头还讲到了 很多其他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更确切的预言呢 不是按着四一解的时候呢 你去看到 就是说 其他的圣经作者呢 来解 这个 指这个 耶稣基督的 这个是光的时候呢 比如约翰福音说 他那是光 这个就实际是光照我们 那这里都有好多的 那最后一节很重要 就是二十一节 预言从来没有人出于人意的 乃是被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语 他就说到整个 从旧约到新约 整个的预表耶稣基督 预言耶稣基督 谈到 关于他的救赎的时候呢 整本的圣经呢 是上帝呼出的话 这句话来说呢 没有思议是 是神 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上帝的话 我们英文说inspiration 其实就是 有的时候在一些艺术家里头 会说 哎呀 这个人被这个有创作灵感 这个不是指这个创作灵感 你这个灵感一发 你可能有普遍的恩惠 但这里是讲的是圣灵 carry over 然后整个带领你 说出什么话 但是不是机械的听写 是你 还是你 但是呢 圣灵影响你 帮助你 然后 见证基督 让你把这些关键的事都连上 这是一段经文 当然还有很多的经文 我们这里头呢 前到了路加福音这段经文 大家都很熟悉的 看我们时间还有 我们可以走这个 好 这个路加福音呢 我就来读这段好了 那路加福音里呢 这两节经文呢 就是 耶稣基督 从死未复活以后 在以马乌斯的路上 其实除了这款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六章也有 耶稣说的 你们在这经里头找我 要得永生 其实这圣经是为我做见证 其实约翰福音这一章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 没有像路加福音呢 写的这么的完全 把旧约跟他的关系 说得这么清楚 那边就是很 像约翰一样 非常的浓缩的说的这件事情 但是在路加福音呢 这一头呢 有两段的地方 在这个 第24章的 以马乌斯路上呢 这个13到27节这个故事里呢 你注意到 就是 耶稣受难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段里头的 有关键的 这个一段话 他们被钉死的时候 当然他们 就非常的沮丧 对不对 耶稣很有意思 你们就翻到这段经文 耶稣就问他们 哎呀 你们谈啥呢 他们就非常的愁苦 其中叫 这个 格罗巴就说了 哎呀 你这门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这个川普落选了吗 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知道 美国作弊不知道 就这意思 就说耶稣撒冷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知道 你看来是个客人 耶稣还装傻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拿撒 乐人耶稣死了 这个先知啊 怎么的 他说话形成都大能 但是竟然把他定罪 定在十字架死了 所以我们的盼望 以色列救出 救出他 而且这事已经三天了 三天了 我们本来等三天 这已经到三天了 看来 没戏了 所以我们 虽然有这个妇女 说他们看到 然后没有见到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天使 都跟我讲了好多的事情 没看见 然后就说 但是你注意到 他们走的方向 这两个哥们呢 是离开耶路撒冷的 虽然已经讲到这么多 妇女说 尸体不在了 耶稣活了 他们呢 只是没看见他 他们其实还是不信 所以他们还是 离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 耶稣就说了 那个关键的25节 说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心信的太迟钝 这个就讲出来了 耶稣受害 基督 然后就用他荣耀 岂不应当吗 于是27节说了一个关键 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就是把摩西五经 和众先知书 也就是说 先知书 这里他没有写到 就只好说了 旧约的两大部分 旧约在以色列的古卷里头 是分三大部分 有圣卷 有五经 还有先知书 我们很多的历史书 在以色列的分法里 是属于先知书的 前先知书的 所以他凡经上指着 他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所以这两个哥们 你们注意到 当耶稣 把他讲明白的时候 不光讲到了 圣经的权威性 可靠性圣经 讲 耶稣基督受死 复活 整本的圣经 都是为他讲的 然后女性要受害 然后得荣耀 对不对 但有一件事情 他们跟基督在这里相遇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一些变化 很有意思 在这个 他们 当耶稣基督跟他剥饼的时候 他们眼睛明亮 认出他 然后耶稣不见了 之后有一个 他们在讲解圣经的时候 跟我们今天很有关系的 你注意三十二节 他们在彼此就说了 耶稣就不见了 走了以后 这两个哥们就开始 按照耶稣让他们回去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心 岂不是火热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特别想把这段应用给你们 就是说这个圣经 刚刚这历史背景都很重要 我刚刚说到 圣经首先作者是指向基督的 你一定要抓住 为死 复活 很多重要的事件 但是完了以后 对我们产生的一个果效 就是我们心里火热 就读完圣经的唱完诗歌了以后 你是不是心里的火 对基督的爱 挑望 所以他马上注意好 起身 回耶罗萨来 有行动的 心里火热 有行动 然后就回去 就跟这个十一个门徒讲了 好了 门徒讲了以后 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 就是我们经文的44到49节 这一段话呢 就是耶稣突然在他门里就出现 他们非常的惊讶 但是呢 吃了一片鱼以后了 这哥们都定定神 都定下来了 就是门徒们 大概认识耶稣了 就不是鬼怪 结果耶稣就开始说了 我从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说的话 44节 摩西的律法 先知书和诗篇要记得 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一念 接着又做了同样的事 开他们的心窍 那时候圣灵没有普遍的降临 后来就是 当然圣灵降临到我们这边 所以圣灵开启我们心窍 照在耶稣基督 照在圣经上 让我明白他 所以他们被开心窍以后呢 又讲的同样类似的话 照着圣经所谢 基督必须受害 三日要复活 而你们要 这是路加福音的大使命 要传 奉我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 从耶路撒冷知道万邦 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 所以注意到 回到这个 刚刚我们讲的圣经的重点 究竟旧约在讲什么 这次讲的比较完全了 三个旧约的部分 摩西的律法 先知书 诗篇是指的 所有的智慧书 包括先那个 诗篇 指的所有的这个 智慧书 诗篇 这些是个体 都是指的 三大部分的旧约 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必须要应验 这是主角 指向上帝 指向耶稣基督 上帝的救赎主 所以这一个事情 非常的重要 就到了 这件事情 再一次的学到的 整本的旧约的圣经 都在讲耶稣 这非常明显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个钥匙 如果把这个钥匙抓到了 你旧约就解开了 如果把耶稣这个钥匙 没拿到 你基本上呢 就是看三国演义 我当时说的比较这个 刺激一点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你真的可能就是没有读懂圣经 犹太人当时就没有读懂圣经 尤其是经过400年的隔阂以后呢 耶稣基督跟他们讲 他们跟耶稣基督 他们都是听了这种二手的传递 而耶稣基督开始讲了圣经的时候呢 带着权柄 他说跟其他的文士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是圣灵写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书 就像假定说 我写了一本教科书 我来讲 你觉得是不是我会比文强 林强要讲得好一点 就是我写了这个教书 我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在这儿 他不一定知道 对不对 就是这个圣灵三文一体的作者 写了这本圣经 记得这些四十多位作者 但是呢有一个背后的作者就是圣灵 所以耶稣基督解圣经的时候 别人就会惊讶 他怎么是这样一个角度 刚刚你觉得他好像没有章法 后头他在死而复活以后 章法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章法 这个是钥匙 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个旧约的预言 比方说 以赛亚 在以赛亚书里说到 第九章里说到 他是那个上帝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在以赛亚书53章讲到 他是被杀的羔羊 利维基讲到他所有的礼仪 所以你如果这样来看 每一卷每卷书 其实都有关系 比如说和西亚书 我从埃及赵的儿子 这个和西亚书出来的 那我 比如说我明天要在我们教会的英文堂 要讲纳红书 这当然就是旧约的小先知书 一般都不会注意的 但你看到上帝对整个 亚述的审判 特别讲到亚述那个狮王的窝都要被灭掉的时候 谁能跟我们的神相比 你最后就想到大魏的这个后裔 实际上是那个狮王 他不光是那个羔羊 其实讲到他是那个犹大的狮子 所以这两个狮子究竟哪个狮子厉害 是这个叙利亚 就是亚述帝国的狮子厉害 还是犹大的狮子厉害 到最后上帝的愤怒咆哮的时候 这个是他的仇敌都要丧胆的时候 所以这些就是你包括这些小先知书 你都可以看到 你如果来看 我们刚刚提到的耶稣基督 是所有的君王祭司 先知指向的那一位 真的君王 真的先知最后的这个祭司 所以亚伯汉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 他比约纳更大 所以他还记得耶稣 看这些外邦人都信主 犹太人还不信 他说这里有一个比索罗曼更大 甚至说这些外邦人都会信 他借着外邦人来刺激以色列人 所以他这里头讲出太多的 耶稣基督 你如果说在旧约中有一个重要的 整个以色列最后是失败的 但有一件事 一直是保留了一个生余的子民 这些人对上帝忠贞道理 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 最后圣经也说 这些人的信心 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而且是讲到说 耶稣基督是真的那个以色列 他是一个真正的 按照旧约律法要求 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由于耶稣基督的完美的遵守律法 上帝就把所有的亚伯拉罕中间的应许 全都一股脑子给了他 他成为那个分四 所有属灵遗产 和将来新天地的人 所以你有了基督 什么就有了 没有基督 啥都没有 这个是没有办法造 也没有办法的 所以换句话说 圣经里真是关于上帝和他的儿子 所以你尤其关于我们 如果你是基督教的信仰 总是有一个调料点 就是一定要有中宝 你没有办法自己到上帝面前去 那这个mediator 这个中宝是谁呢 就是基督 一边代表上帝 一边代表人 摩哈摩德不行 其白相到中国的 这个释迦摩尼也不行 这些都是meli人 只不是人而已 只有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 归根到底 再回到前面凯德说的 其实就两种方法 要么以自己为中心的方式 我必须做什么 或者我不做什么 要么就是以上帝的儿子为中心 他为我做了什么 我今天效仿他在做什么 所以这里根本到底 就两种观点 究竟我们靠自己能够献给什么 还是上帝先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才把他给我们的献给他 你看到万有的来自他 也归于他 也为了他 所以这个不能 如果不能够以上帝为中心 以基督为中心的读圣经呢 我们真的是 是很惨的 很惨很惨的 所以这个换句话说呢 在圣经中说这个 这本圣经是好消息的时候呢 我们有道可传 或者是有福音可传 这关键呢 就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 这个好消息 他大大的得胜 在 就是在古代的时代 就是我讲不是 现代的这个神学兴建 就是说 Medievil time的时候呢 在中古世纪 其实特别强调的 Crisis Vica 基督是那位得胜者 那个君王的得胜者 击败了蛇 击败了仇敌 所以不论是这个君王 祭司 先知这每一个方面 其实对我们都需要 来多的思想 好 那我们 明白了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学到了这个 路加福音也好 后来是这个 彼得后书 这些给我们的这个读 就是圣经 告诉我们有一套方法论 怎么读圣经 明白我在说什么吧 圣经有一套诠释学 帮助我们怎么来认识上帝 认识他的儿子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在一个安全的古道上走 好 接下来呢 我就再请几位来帮我们 读一下这个应用的部分 因为他这个 里面呢 就是你仍然是来这个 我看看我们这里头 我能看到的人 除了阴墙之外 所以我还是要有人来帮我开 好 我看到有阴墙 我还看到那个谁 姐妹 我就先请几乔吧 几乔你能帮我读三段吗 就是奥古斯丁路易斯和巴克 好的 我来读那个前面三段 前面三段 都跟这个圣经有关 我读过波拉图和西塞罗的话 非常有智慧 也非常美 但我从来没有读到他们说 反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奥古斯丁 我一辈子都在读各种诗歌 罗曼史 理想的文学 传奇 神话故事 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他们没有一个像这个 关于这个文本 只可能有两种看法 他不是真实的记录 就是古代某位作家 在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情况下 突然预料和掌握了现代小说 现实主义风格的所有叙事技巧 认识不到这点的读者 根本还没学会如何阅读 路易斯 保罗描述圣经是神末世的 求太后书三章15到17节 就是说圣经完全是上帝的气息 是上帝的灵 上帝吹气的产品 圣经的真理意味着稳定 坚固 可靠 可信 这是一种位格性的品质 除了完全自洽 诚恳 真实 无期的上帝 没有人能够做到 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 所以真理 truth 是上帝的本质 且真理不是上帝从外界获取的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不能撒谎 那就是为什么他对我们的话语 字字句句都是真的 上帝的话是现实 reality的指标 上帝的话让我们看到事物的本相 但上帝对我们的直接发出的话语 不仅是管制我们的工具 也是上帝与我们团契相交的工具 他创造我们 他的旨意是让我们在爱的关系中 永远与他同情 但在那关系可以存在 只有当双方互相了解 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 在我们说话前他都知道一切关于我们的事 但如果他不对我们说话 我们就对他一无所知 所以上帝发出他的话语 既是训词 也是爱语来吸引我们 也教导我们 巴克 好那我们先简单讨论一下这个 然后再念下面呢 就是说在这里头可能对你们都有印象 巴克特别讲到就是为什么 C.S. Lewis那个有点悬好 我们就先不讨论这个 就是为什么圣经的权威 如此重要的就是说 是为了和上帝有一个位格性的关系 很有意思 他自己说的是不是 如果跟任何人交往 这个真诚很要紧 对吧 巴克他也提到了这个 就是上帝为真 他的位格的属性 特别提到就是真理不是上帝 从外界 就上帝自己是真理 我们有的时候在这里说 你凭什么接定上帝呢 上帝是不是要 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上帝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这样才公平 好像在上帝之外 有另一个更高的标准来制约上帝 就是我们按照人吃了禁锅以后的想法 自己创造了另一个虚假的现实 实际上这个世界都是 一直是上帝的掌管 所以从这个只有魔鬼是一个非法的掌管 是谎言致富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上帝自己用他的话语 他自己提到限制 就是说实际上帝用他的话造了这个世界 你想想创世纪 对吧 然后呢 当这个用约翰福音来解读的时候 就是上帝的儿子自己就是那个道 他就是那个话 上帝借了他的儿子造了这个世界 你还可以说呢 那这个话又借着这个话要来拯救我们 或者又借这个话与我们相交 所以在约翰福音中讲到很多的这种关系 我们是葡萄是知子 在他里面我们就跟父可以相交 在爱中相交 在约翰福音17章可以讲到 你们在我里面 你们就和我一同在父里面 所以这种的这种的关系都是一个真理和爱的一个关系 在这种相交里面呢 上帝对我们是了如指掌 我们是部分的知道他 但是是真知道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这里提到上帝的话语既是训词 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 就此我神经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老的诗歌 就在讲到神的话语跟我们的关系 那这是训词的部分 但是比较少的可能就是位格性的部分 就是他也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工作 他教导我们引导我们 所以这是巴克的这一部分 那我觉得奥古斯丁呢 你们觉得这句话里头写的是不是很妙 就奥古斯丁作为一个大哲人 人家说这个所有的哲学都是对 就是神学都是对奥古斯丁的这个角著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 但他来从哲学的角度受星巴图影响 他对希塞罗这种经典的罗马的 就是都非常的熟悉 他说他非常羡慕里面的智慧和完美 但是他说我没有听到他们的这个救赎观 就是凡劳苦单中淡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奥古斯丁求所上下 他没法挣扎出来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他到那里可以得到安息 所以这里的救赎的方面 位格的救赎 好那我再请下一位 我们有没有自动报名呢 来帮我们读接下来的两段 就斯托德和克劳尼 谁来帮我们再读 有人愿意读吗 那我还是叫英强吧 其他人可能都不方便 都想得过年了 英强你接着读可以吧 看得见 所有圣经读者都应该学习 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 第一 我们要看经文的原意和本意 同时不能忘记了普通的和明显的意思 有时候不是字面的意思 而是比喻 我们必须避免把自己的想法 当作作者的想法 关键是他们本人想说的是什么 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会如何理解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圣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第二 我们要看圣经的总体 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在理解 直接相关上下文的前提下 解释每句经文 同时也在我们整本圣经的光照下 解释每句经文 我们要让圣经自己来解释圣经 保持圣经的一致性 我们解经的时候 不能使一处的解释和另一处的解释 相互冲突 斯图德 最后一段是克劳尼的 圣经里有好伟大的 有好伟大的故事 但我们可能只是读过故事 却不明白故事背后真正的意义 圣经有一个故事线索 圣经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剧情 故事向我们展示以色列的历史 但圣经没这么简单 圣经的内容不是你在民族史中看到的那些东西 如果我们忘记了圣经最重要的线索 我们就失去了圣经的精华 主义学的故事常常被讲得好像动画片 参僧成了圣经版超人 大卫成了西伯来的巨人战士 不 大卫不是一个不怕巨人的勇敢小伙 大卫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上帝按照自己的心意 拣选大卫成为君王 为了预备道路给大卫的恨意 也就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克朗尼 克朗尼很有意思 我给你讲了他的故事 他有一次讲完道 这是我从他那个词代也听完的 他呢就 那年轻人他正好应该是讲的 这个旧约一段故事 最后他引到了基督那里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 哎呀这个讲到这个历史文化都还不错 那到最后你怎么 我看不出来这里有基督啊 你说这个怎么回事 然后刚刚就拍拍他的肩膀 他的年轻人呢 你的圣经还读得不够熟 不够多 就是他正在讲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故事之间后面的线索 怎么连在一起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路加福音 或者约翰福音 就是说圣经里怎么解释 我们他的解读 圣经怎么解读的 斯托德讲的这个 就上下文的这个背景啊 这个是圣公会的牧师 非常重要的牧师 所以他呢 在这里头 他重要的一个作者就是 这个应该是从他那本书里 就between the two worlds 就是搭桥的故事 就是我们作为现代人 其实我们读圣经就有一个面临着 古代的世界 我们现今的时代 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桥梁上穿越 把古代东西贩卖过来到现代 所以有两种方法 就一种就是说 我们不进到古代世界 我们就在这个时代里真的 还有一种的是进到里面出不来了 这两种呢 就是有两种 就是说没有悬的桥 都没有着地 根本没有到古代的世界去 也没有在现代的时代里 这两件事情呢 我们首先要进入古代世界 了解那个原本的含义 然后要穿越到现代的时代 要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东西 然后再进到我们今天的时代里 就如果圣经 如果没有经过 这个耶稣基督的工作 和他的位格 就是我们说的十字架 空的坟墓升天 这些的要点的话呢 其实就是 安康尼讲的 回斯德陀呢 讲到了是第一部分 讲到了圣经原本的含义 和圣经总体的意思 圣经总体的意思呢 实际就在讲 这个经文相互之间的关系 他还没有走到 这个康尼这么远 他讲到了 那段经文原本的含义 像比如说我们刚刚看 耶利哥的故事 大卫和格利亚的故事 甚至我们来读 这个两段的经文 这个彼得后书 我们怎么来解析 谁是我们 对吧 就是肯定看用词了对不对 然后讲当他们 他们是旧约的作者 所以这头就回到 彼得写这个书信的处境下 他写给谁的 在这些过程中呢 最后当你看到一个目的 就是那个线索 它就会指向 那个明光照样的时候 看见那个诚心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就把耶稣基督照出来 所以就是Ed Conney呢 他就要提醒我们 就是说 这个主日曲的有的时候呢 讲的是很生动 但是呢 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穿越 但是越过了耶稣基督 就是为了跟今天的人有关系 参孙大力士 那么今天就是超人 这个是很容易连接 孩子一看就懂 Soperman 你把衣服打开对吧 这个肯定就够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版本 那这里头最大的一个缺失 就是基督梅了 你看到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主日学老师 我们在小祖族查经 都很容易迷失掉 这个是要我们来培养的 好吧 那我们现在愿意讨论这个的话呢 我就 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做这个 我们有这几个问题 让大家去讨论 就是我们这个里头 哪些印象深刻 巴克怎么说啊 然后 循环论证怎么说呢 还有就是 圣经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福音 这个挑战 就基本上 他这个都是根据后面的 你如果读懂那个东西呢 你就能够回答 现代人提出挑战 如果你没读懂的话呢 这个就可能 我需要你们来 现在我们还有时间吧 现在45分嘛 我们还有一刻钟 请大家 那个主管把我们分到小组里 好吧 然后每个组可以做选一道题 来讨论就行 不需要所有的讨论